机器狗前出侦查 收到 在模拟街区外 中方参演队员使用遥控器操作机器狗 接到指令后 机器狗迅速上前查明街区外围情况 同步将铁丝网 废旧轮胎 破胎器等现场障碍物情况回传 这只机器狗体重30斤 配备一个4D超广角感知系统 在我们侦查任务过程中 它可以将侦查画面实时回传给指挥部 这款机器狗腹部装载电池和动力系统 可续航2到4小时 它不仅能完成前进 横握 跳跃 后退等动作 还能自主规划路线 避开障碍物 可在侦查环节中迅速抵击目标 演训场上 另一款100多斤的机器狗上挂在步枪 正在操作员的控制下快速前进 在强击突入训练环节 多名恐怖分子持枪隐藏在建筑物中 在参演队员实施爆破后 机器狗作为尖刀强击突入 迅速瞄准目标进行打击 它可以在我们的训练当中代替我们的队员 先行进行侦查和发现敌人后火力打击 是我们城市攻防作战中的新成员 除机器狗外 中方参演官兵还将查打一体无人机 运载无人机 侦查无人机等多款智能化无人装备 融入到侦查控制突入打击等各个关键环节 有效提升了综合作战能力